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 这个期刊的选择 非常的重要 因为选错了期刊 你可能就大败而归 因为它根本就不喜欢 你这样子的论文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期刊它有它出版的领域 跟它的范畴 而且它会针对某一些读者群 来做出版的策略的规划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看 它在那个期刊里面的 一些论文的主题 要看看它的这些 出现的这些频率 有没有跟你所要发表的 这个论文的主题 是可以一个比较高出现率的 假如太少出现了 可能就是这一种期刊 对你这一类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的有兴趣 当然我们也要看看 你所要写的文章 假如是属于某一种特定的 譬如说review articles 或者是一个short note 有一些期刊 它是不会去刊载的 你就要去特别注意 不要送到那种期刊去 当然有一些期刊 它就会有平衡的报导 不太一样的性质的 一些研究的成果 包括有一些是 很原创性的研究论文 有一些是一些比较短的 研究成果的讨论 甚至是一个整合性的 一个论文的发表 所以每一个期刊 它们都有一些 不一样的读者群 它们考虑的也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它的广度 是期刊跟期刊之间 是很不一样的 第二个也就是说 它对于某一个主题 它特别经常报导的 在某一些期刊 就是它的重点了 你就最好找到 符合你自己 要发表论文的主题 到这种期刊来发表 机会就比较大 第三个也就是说 读者群也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是癌症研究 当然大家都去看 癌症研究的那些成果 在这些期刊就非常的多 所以你也可以投 你的癌症研究的成果 到这种期刊来 你可不要把那个 骨科的研究送到这里来 那可能除非它是骨癌 不然的话它也没有兴趣 第四个 就是说这种记者 它的那个format 我刚刚讲过 一定要符合 它的规定的格式来准备 没有符合 它就直接就会把你退回 通常每一种期刊 它都有一个 instruction for authors 这样子的一个 重要的guidelines 在它的前面或后面里头 都可以看得到 最好去找来 先详读再三 通常对于你要发表论文之前 你最好稍微对于这个 你的领域的这些文献 有一些了解 通常你可以到 Pubmet或是 Current Contents 里面去搜寻 那里面有非常多 对于各个不同的期刊 它所重视的主题 跟它的范畴 还有它大概多久 会发表一次的这个期刊 再来它用的语言 还有它比较喜欢的那种格式 以及它是不是有一些 特定的这种sections 是很符合你 这个论文所要发表的 通常我们的literature review 也不能无穷尽地去做 因为实在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通常会比较建议 去找你这个领域里面 比较主流性的期刊 先去找个十几二十个 就很够了 然后你要做深入 而且有广度适当的一个回顾 去评估看看 这一些期刊里面 他们所发表的论文 他们的作者 大部分是哪一些研究机构 以及这些研究论文里头 他们有哪一些的主要的题材 在那边发表过 还有当然你也自己要 好好的思考你自己 有限的时间跟精力 所以我们假如摄取这些literature 到一个地步也就差不多 赶快要坐下来写这个论文的手稿 也就是我们要坐下来写的时候 我们有四个步骤 可以来让我们比较可以 准备好自己来写这个文章 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好的题目 而且你要决定你到底有哪一些人 要跟你一起来写这个论文的初稿 而且要记得这个论文的format 我们假如选好了 就要直接遵照那个格式来写 第三个 通常写一个论文很重视 你要写的论点 跟你对于这一个文章 所要去表达的重要的一些观点 想到就要把它写下来 不要好像一天整个论文就要把它写完 通常要花差不多一两个礼拜 去酝酿这些思考的脉络 跟它的重要的利润 最后就是记得把所有的这些 研究的原始的数据 还有它的这些所做出来的影像的 最原始的底片 或者是照片等等 都要把它给保存下来 因为这一些通常在目前的好的期刊 有时候会是要求 我们最原始的这些实验数据 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就是在对于要写的论文 要有非常好的逻辑思考 而且要懂得怎么样铺陈 你这个论文的重要的论点 第一个就是要先把你所要问的问题 先很清楚地说明 第二个要把你最重要的实验数据 把它做一个非常好的呈现 第三个这一些数据的有效性 一定是要非常明确 能够被人家看得到 第四个 这一些数据它具有的重要的意涵 以及可以用来支持结论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convince我们的审查委员的重点 再来就是我们能不能也从其他的研究者 发表过的论文 也引述一些支持你这个论文的论述的一些重要的依据 再来一个就是对于可能跟我们论点不一样的这些论文 我们应该要能够提得出一些 两边都能够接受的说法 就是不得罪任何一方 而你还能够利润能够被人家接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而且也常在论文能不能被接受 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你一定要下一个非常四平八文的结论 好 我们再讲怎么样去思考 写一个好的论文 这个是一个我常常叫做心得的一个分享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标题 来让人家一看就很想要读你这篇文章 第二个你一定也要有足够的利润基础 让你在这一个领域里头 可以站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三个也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的发现 一定要讲得出它的重要性 还有它在临床的应用有价值 或者是在科学的进步有贡献 第四个 逻辑的这个一个关键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讲一些不符合逻辑的一些文字在上面 这个是会非常不好的一个撰写的一个方式 再来我们要善用图跟表来表达我们的研究的成果 不要都是用文字叙述 这个是会太过于冗长 有时候会让人家读不下去 再来一个写作的技巧 尤其是英文写作更加需要训练的 最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主流的期刊 来把自己的手稿能够送出去 让人家来考虑发表在他们的期刊 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在写这个最后论文的一个阶段 一定要回去再多看 你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地把你的这个研究的目标 已经铺陈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几大目标 而且每一个你都有非常清楚的这些研究的利润依据 跟它的假说 还有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都能够让你讲得出 到底对于这个临床的应用 或是对于这个领域的科学进步有贡献 当然最后我们一定要再强调 在你的这个论文的后面的讨论 要说因为我这个研究结果提供了新的资讯 让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疾病 或是这样子的现象有更新的认识 或是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把这个摘要放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一直都强调 写摘要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最精简 而且是最多的精神来写这个摘要 因为它必须要非常地清楚 把你这个论文的主要的目的 要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让读者一下子就知道 你这个论文是在讲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而且你一定要把你最有 这个关键性的重要的数据 要放在这个摘要里头 还有呢 常常你要自己懂得把你这些研究的成果 很短的用一个或者两行的文字 来说明你的这个临床的意涵 或者是它到底能不能来支持你的这个结论 尽量这个摘要能够在250到350个字是最好 而且呢 通常我都建议 这一个部分是在整个论文写完之后再来写 因为这个是所有的审查委员跟读者 第一个会看的就是你的摘要 那它等于是一个橱窗 把你整个的研究的精华 容纳在这一个很短的这三四百个字里面 好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研究计划书 很重视的就是要背景的资料 同样的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论文里头 也一定要有一个背景的介绍 我刚刚已经讲过 你一定要跟人家讲说 什么是已经知道的 什么是还未知道的 而且要讲说我们这一个研究将来会提供更多新的资讯 让我们这个领域更加的进步 对于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答案 所以一定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说清楚 千万不要在那边讨论太多庸俗的东西 一个好的这个序论 这个论文 一定是要很快的就把重要的背景资讯提供出来以后 马上就要进入你的研究的主题 在这个主题一定要告诉人家 你有你的研究的利基 所以你进来做这个研究 是可以对这个领域的发展 能够提供更进一步的资讯 还有也让人家看得到说 你的确有很好的文献的分析 知道现在这个领域是站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站在人家的肩膀上往前走得更远 而且要把你自己是怎么去规划你这个研究 还有你所要用的这个approach 就是你的研究步骤要讲清楚 好 这个introduction 这个序论真的不能太长 一定要让人家读过以后 就很快的让这个读者知道 你是为了这个原因来执行这个计划 所以要很短 不能够太长 好 这个研究的一个步骤 跟他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样 要让你问的问题能够透过这样子的研究的步骤 可以得到答案 而且要提供研究的利润基础 那给自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实验方法的介绍 当然对于那些重要的研究步骤要做一些介绍 同样的也要对这个研究材料跟方法 还是一样要把它交代清楚 比如说用病人的哪个部位的检体 还有没有控制的一些组织 或者是用动物 植物等等 都要把它做了一些说明 然后这一些材料是怎么样子被处理的 然后最后是用什么来做分析的 分析的结果是用什么样的统计方法 去进行有效的差异分析 所以这里我就特别把材料跟方法 做了一个这样简短的说明 就是你用什么材料 然后这些临床的检体是怎么来的 从什么样子的病人得到的 是不是经过了这个医院的 这个IRB的这个审查委员会核准的 当然我们也一定要交代 这些检体是怎么储存 怎么样被做处理的 好 写这个材料方法最忌讳就是写太长 写太详细 这个都不好 所以一定要非常清楚 写它的这个特别的这些条件就好了 不要把一般的条件都写进去 too detail是不好的 而且能够引用最原始的论文 就可以skip掉这些不必要的冗长的一些叙述 所以这个material method千万不能太长 结果也有几个很重要的 就是只能把那些非常重要的data 把它放进来 而且这一些data而且是可以reproducible 跟你等一下要下的结论是一样的 通常结果是非常的多 可是我们通常一定要劝我们的研究者 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 那就太长了 而且在这个结果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那边又在那边讨论它的结果 因为结果只是把你所得到的这一些数据 平铺直数的放上去就好了 所以我说一定只有可信 而且是能够被重复被得到的那些观察 跟那些数据才能够放进去 而且你要记得 你放进去的那些数据 就是要来支持你的结论 或是你的假说之用的 当然最好是很原始的那一些影像 照片或者是一些光谱 就是最原始的你一定要记得 那个是最需要好好的去处理 千万不能去做任何的电脑加工 这是很不行的 还有就是说一些没有发表 而且相关的这些数据 假如有需要也可以作为佐证 这个数据的呈现有很多的方式 当然可以找到最好的那个有代表性的那一次的实验结果 好好的去把它注记清楚 就放在这个我们的论文里头是很重要 因为它是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 当然有时候你做三次五次 你不能五个实验的相同的data都放上去 你可以找到那个最具代表性的 可是不是找最好的 然后当然你不会找最差的 一定要具代表性的 还有可以用表跟图 这个刚刚讲过 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减少你的篇幅 再来就是可以用一些分类的方式 把这个数据做一个整理 还有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比较分析 或者是相关性分析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 讨论的部分 我常常说是最难写的 因为它一定要提出个人的一些见解 在你做完这个研究之后 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结果 是可以来推翻或者是支持某一个研究者的这些论点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你去思考 你的研究结果有没有这样子的亮点出现 有的话好好地掌握 在你的讨论的时候 好好地加以做一些必要的广为讨论 让它有深度地去解释这个发现的重要性 再来千万不能把研究数据做太过度的解释 就是说有十分的数据 通常你才讲十分的结论 你不能只有三分数据 你讲了十分结论 这个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挑战 最后还是要有一些相关的论文来支持你 不能全都是你自己做自己讲 最好是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研究者 他也有相类似的一些发现 就可以支持你的论点 当然在讨论的这个段落里头 你一定也要记得去处理一些不同的论点 可能跟你发现有不太一致的地方 你要提出一些说明 这样的人家会觉得你比较有公平对待 你可以比较容易让大家都接受 所以你的论文 不管送到哪一种立场的审查委员 他都可以接受的 当然最后 discussion是要给一个小小的summary的一个sentence 就一两句话把它做一个总结 让你的这个文章有一个结尾 讨论的这些研究者比较困难写的 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 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些 曾经我们写这个讨论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在第一个paragraph 就是第一个段落 你就非常简短地把你这个整个的研究发现 做一个非常清楚的摘要 可是你千万不要在那边又把在前面的 结果那边讲过的东西又讲一遍 千万不是做这样子的处理 一定要在我们的讨论的时候 要拿出一些新的看法来 或者是跟别的论文所讲过的东西 把它做一些整合 才能够变成讨论 好 一样的 这个参考文献也是要找最重要的 而且最新颖的论文 把它当作我们去做引用的对象 第二个 我刚刚也讲过 在提到这个方法论的时候 一定要引用最原始的论文 还有就是这个参考文献的 这个列出这个所有的文献 是要靠我们去用一致性的一个格式 来把它整理好 那这个东西千万也记得 它最好是都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出现的 而且不要去引用一些 完全跟这个你讨论的主题没关的 或者是已经过时的 很不恰当的那些文献 千万不要去引用 再来就是不要自己引用自己的论文 引用太多了 好像水仙一样都看自己的最好 这个是尽量避免 因为你是要送出去给人家审查 人家看都是你自己引用自己 好像别人的你都不懂 就表示你对这个领域没有完全的掌握 这反而会曝露出自己的弱点 再来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在每一个期刊都有 一定要去参考 case report 我常常说应该有很重要的理由 我们才去写case report 就前面我提过 真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案 是非常特殊的 它值得报道的 有非常有趣的临床的数据 是以前没有的 当然这个是从来人家不会发现 居然这种病人会表现这样的症状 这一类的有需要的讨论 在这样的case就有值得去把它提出来发表 当然这个对于临床有它的重要的贡献 有时候临床会找人家把很多的case series 一起拿来做一个中论的讨论 那这个其实很少人有机会做 这个大概就是非常资深的那个临床医师 做了三四十年以后 也许有机会 他从这个疾病的这个definition 就是什么病是叫做这个病 然后他从骨道筋 他可能有很多重要的这些 不同的这个里程碑的发展 还有他这个病因 他的治病机制 以及他的临床的表现 还有他在这个实验室的一些检查的发现 以及目前如何诊断 如何治疗 以及这种病的愈后怎么样 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review 我们在这里大概比较少有机会碰到 不过也让大家知道有那一类型的文章 好 那我常常说要写好了这个manuscript 就是我们有需要去考虑 我们还有一些重点 就是说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写 还有呢 这种paper要送到哪里去journal 它是比较快process 你不能这个送去要半年 那这个是不行 那个有很多学生要毕业 还有呢 到底是哪一些人会是你的reviewers 大概猜猜看 你大概就可以这个有一些把握 还有这个background information 这个对于每一个写论文的人来讲 通常就是做久了 你大概差不多可以抓得到 大概这一类的文章 大概应该送到哪里去 那这一些都是你在前面就应该要 非常这个早就应该定的 好 一个论文一定要好的组织 一定要记得论文出去 一定要接得起考验 人家一定会找到一些非常专业的人 来评审你这个论文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准备好 要来回答人家的问题 油 если 油 好